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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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了哪裏 又是長沙環 試完今天 我因為要比高別人 所以我不敢去很遠地方 因為我真的還有些高要分給別人 所以 其實我在長沙環附近 看到一間新開的燒肉店 是一人燒肉 首先在長沙環 直去那裏就是A2出口 當然我因為在家附近走過去 我就不會在地鐵站走過去 A2出口直走大約3分鐘左右 過了這個馬路 這樣就已經看到了 不用轉右 當然我現在當然要轉右 因為我現在反彎轉走 你看看 轉我彎就到 動靜至微 好了 上到去再和大家慢慢聊 就是這裏 好 好了 進來坐下了 這裏有分火鍋和燒肉 我坐在燒肉那邊 因為我主打想吃燒肉 其實火鍋的菜單我都要問他拿 他都很好給我看 有午餐菜單 午餐菜單的價錢都是50元至最貴的145元 這個貴了 另外還有晚餐菜單 90分鐘 午餐只有75分鐘 90分鐘都分成人 小童等等 和不同的牛肉 都有不同價錢 這就是火鍋的菜單 而燒肉那裏 大家看看 有牛五花套餐 澳洲牛空腹 都有不同價錢 和不同重量都不同價錢 我們先看看叫甚麼 再和大家慢慢聊 好了 我們剛剛下了訂單 要了壽喜燒牛小排牛五花套餐 200克147元 然後要了牛舌牛肩肉澳洲牛空腹套餐 177元 然後要了三部曲套餐78元 價錢暫時是這個 我們先等東西來到 再和大家慢慢聊 這間餐廳 現在因為新開箱 沒甚麼人 比較清淨 而且坐也會比較舒服 感覺 沒有外面旺角那些 又要坐高桌 面壁桌 這樣 這裏都不錯 很不錯 首先談談和風湯 餐裏有和風湯 而這個湯比較一般 為甚麼這樣說呢 第一 拿出來不可以說暖 是叫暖偏凍 所以連煙都沒有 你看看 我們雖然點了三碗湯 但這碗簡直好像死直一樣 完全好像湖水一樣 動都不動 裏面材料有洋蔥 有些牛肉 有些紅蘿蔔 等等的東西在裏面 感覺上有點像雜菜湯 但完全不熱 其實如果有心 應該拿去叮叮 我猜會好些 連這個步驟都不做 我覺得 首先來到這個餐 我覺得比較失色 因為第一件事 很多人餐來到 都會喝湯 暖一暖胃 而第一件事 喝這個湯 我感覺到胃不是暖 所以這個湯 真的很一般 我才以為一盒是這樣 其實我們喝完三盒 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湯 一開始給我印象 就不太高分了 鏡頭面前是第一個套餐 叫做三步曲套餐 其實裡面是內含豬五花 豬頸肉 和雞腿肉 今次我們點了輕量的 150克 價錢是78元 另外一個比較重量的 就是300克 108元 其實我們吃得下的300克 不過想試多些款式 所以就點輕量一點 如果300克 就一定是價錢一點 只看價錢就知道了 現在馬上介紹主角了 說明三步曲 它有豬五花 豬頸肉 和雞腿肉 剛才我居然吃三種肉類 裡面最好吃的 就是豬頸肉 即是比較焦點 這塊 嘩 老公不知道是否 不知道火候調到七度 一開鍋就做到幾焦香 但是 以為不好嘛 剛剛就相反 咬下去是脆口的 裡面很多油脂滲出來 有彈性 沒有雪味 調味方面 不是太鹹 其實都吃回新鮮的豬頸肉的味 其實桌面就有很多種醬汁附切 給你用來點下去 加配一起吃就會更加享受了 這個口感真的相當不錯 外脆 內軟 還要有些油膩感 油膩的意思 不是做到你油膩又滑那種 是有些油脂滲在口腔裡 非常之香噴噴 第二個我最欣賞就是 雞腿肉 雞腿肉就是雞腿肉 咬下去是彈牙得你 口感非常滑 不會粗糙糙 不會像在吃雞胸肉一樣 它也是彈牙的 而且它沒有膩皮 就好像看起來健康一點 這個雞腿肉也挺好吃 起碼沒有雪味 有鮮雞味 吃起來不算太淡口 口感僅次於豬頸肉 最後就是豬五花 其實看見的名字我就很欣賞 豬五花就是偏肥 想著咬下去 好像平時吃雞腿肉的感覺 不過原來 當你燒完之後 近皮的位置 即這條邊 它會比較煙韌 咬下去如果沒什麼壓力的網友 你就相當吃力了 因為它的油脂感是有 但是煙韌的口感也相當厲害 雖然燒得比較焦香 和豬肉味都吃得出 但是整體來說 真的要相當厚厚的技能 因為要大力一點咬才咬得開 就算你點了醬汁一起吃 你也挺吃力 好 跟一人燒肉套餐來說 它是有一個珍珠米的飯 這碗飯很大碗 它比酒樓的白飯更大碗 這碗飯其實 用麥銀記碗麵 就差不多這個尺寸 也挺大碗的 麥銀記碗麵 如果用雲吞麵來說 飯來說 就不太熱了 來到的時候 也是暖的 再加上 它也比較黏 因為下水下多了 現在有些珠湖山莊的感覺 大家看看 你看到 是一坨坨的樣子 這裡也覺得 可能人流比較少 很多東西放得太久 就會造成這樣的效果出來 是否真正正正 只是說師傅做出來是這樣的 我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人流太少 都會相對影響食物的質素 不知道遲些會否更好 因為我感覺現在 不太好吃 始終配料每一樣 都比較一般 先說配菜 其實配菜可以選泡菜 或是迷你沙律 當然 相片裡的迷你沙律 很漂亮 又有車尼龜 又有車尼茄 又有些生菜 又有些紫色的椰菜 等等的東西 但是 你看看 相片至公主參考是對的 來到時候 其實只有椰菜 然後再加一些胡麻醬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胡麻醬可能會少些 不緊要 台面有一支胡麻醬 在這個位置 大家不足夠 可以加胡麻醬 這個雖然它少些 但如果自己擠些胡麻醬 都蠻好吃 這個在配菜來說 可以了 都不選擇 套餐可以選擇的 除了迷你沙律 或者選泡菜 好像三個套餐都選了迷你沙律 不知為何 最後來就變成了一個 轉為泡菜 其實我也沒有所謂 因為看到原來沙律 不是我心目中想的沙律 不如換一個泡菜 都蠻不錯 泡菜方面 這個辣度 我覺得蠻好吃 而且它也算是 咬下去很清脆 不會說很討厭那種 因為有時候醃製泡菜 不是每個地方都做得那麼好吃 有些地方會做到有些稠味 反而這裏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雖然辣度比起我一般去韓燒的地方 好像輕輕辣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因為它的新鮮程度 都蠻厲害 所以都蠻理想 所以吃下去有些蔬菜的清甜味 已經相當不錯了 我想叫老公直接試一塊小的 應該他都可以吃得入口的 嘩!挑戰 感覺如何? 不錯 其實感覺有點像 在內地的一間叫深淳 那種泡菜我很喜歡吃 它有這種感覺 不算太辣 熱入口 而且挺爽 這個不差 雖然我們點了三個沙律 它就上了兩個 轉為一個圍泡菜 這就是蔡翁失馬胭脂飛腹 好 現在又說了一個套 killed 就是這個瘦氣燒牛小排 拼的牛五花套餐 當然100克是98克 500克是135克 這個不叫一百,這個叫二百 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喜歡吃牛 其實它一碟也有很多塊 因為它切得很薄,刀工很厲害 告訴你,簡直是鬼虎神功,巧奪天功 跟胃蚊筋差不多那麼厲害 首先我講講這個牛小排 牛小排的牛味很香 其實辣的時間不需要太久 辣一會就軟熟了 辣過龍反而會粗糙 現在有一點紅紅的已經可以了 可以接受 這個油香味不足夠 但味道很濃 接著講到牛五花 牛五花來說,這個真香 如果大家喜歡吃肥 咬下去淡淡的油 這個就不易之選了 為甚麼呢? 首先它的肥豬糕真的很厲害 我可以給你們看看 老婆拿出來,看到嗎? 哇,肉的肥豬糕真香 這個就是牛小排,這個就是牛五花 大家便可以知道 為甚麼會這麼厲害 它的香味是截然不同的 兩種配搭都算不錯 兩種有不同的口感 有不同的味道 這個配搭是135元 有200g,我覺得不易之選 當然,如果直接散叫 我覺得會比較便宜 因為兔槍包飯包沙律 所以會貴一點 我覺得散叫,這個也值得叫你吃 說回溫泉蛋的口感 其實它整個效果真的相當不錯 我覺得蛋黃佔的部分還比蛋白多 吃下去有蛋香味 而且不是每個牌子的蛋黃都這麼濃郁的味 這次它挑選這個也相當不錯 我最後那半隻都用來拌飯 口感和味道都十分讚賞 吃下去雖然它也是凍冰冰的 不過配起飯一起吃,好像相得益彰 做到飯更加好吃 因為今次吃到這個溫泉蛋 想不到它是不用額外加錢 也有這個效果 如果不是,你可以選一隻生的雞蛋 不過選選這兩款雞蛋 是要跟牛小排和牛五花的套餐 才可以有這個項目 如果不是,其實一般套餐 都是配白飯和風湯和泡菜 或者最多讓你選沙律 任選其一 好了,輕輕說一下這裏的醬汁 其實都有五款醬汁 唯一黑膠我就沒有放進去 首先是胡麻醬 胡麻醬就是沙律裡面會有的 這個沒什麼特別 胡麻醬也是普通胡麻醬 而這個就是燒肉汁 燒肉汁來說,點肉是挺好吃的 但是我對燒肉汁現在興趣也不太大 我多數喜歡吃癌鹽的 但是燒肉汁也有它的好處 就是甜甜的 令肉的味道更加提鮮 更加好吃 而這個就是蘿蔔蓉 這個我就覺得比較淡味 比較一般 不是很好吃的一款 而在我個人來說 我最喜歡就是點這個癌鹽 牛肉燒熟了點癌鹽 是很好吃的 所以這四個醬汁說 我的首選就是癌鹽 接著就是燒肉汁 接著到胡麻醬 才到蘿蔔蓉 這就是我個人的口味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口味 尼選配吧 最最愛的主角 我們點了的套餐 是牛舌牛肩肉 和澳洲牛胸腹套餐 它寫明是M5和牛 價錢我們要250g 165元 首先出場的就是牛舌 牛舌都知道它是薄切的 大約的厚度是0.1cm 吃下去這種牛舌 它的嚥韌度不錯 彈性夠 牛舌獨特的香味也有 牛脂感也有 燒烤完之後 不要燒得那麼燒香 我覺得口感會更加好 就像現在這個 因為如果焦香太多 它會比較乾身 還有會有少少糧口的感覺 反而現在這個程度 剛剛好 咬下去的彈性挺好 還有軟硬度適中 也都容易咬得開 都算是挺好吃的 第二款就是M5 澳洲和牛 它寫明是牛胸腹肉 這個油脂感 你問我是不是很厲害 它比起一般的牛肉 是厲害一點點 但是又不是十分之厲害那種 因為它只是屬於M5級 不是更加厲害那種油脂感 如果你喜歡吃更加厲害 我會推介你吃剛才的牛五花 和牛小排套餐 但是這個有什麼優處呢 就是它有油脂感得來 肉味夠濃 它是比起牛五花和牛小排的肉味 更加堅臭 所以吃起來牛的味道是很突出 而且它夠大塊 碗粥感會更加厲害 最後這個是牛肩肉 牛肩肉其實平時都是 中等價位的牛肉 它的優勝之處就是 它比較瘦 它不會說吃完之後很快飽逃 很油膩的感覺 這次吃到牛肩肉的質素都相當不錯 牛味夠濃 它也不算太粗口 吃起來也有相當的滿足感 而且喜歡吃比較健康 沒有那麼肥膩的網友就適合了 這個吃起來會覺得沒有那麼油脂感 相當之滿足 好了,你現在美人照鏡 你看看 嘩,全部東西都吃完了 是差一個爐尾吃完而已 醬汁都吃完了 你看看 什麼都沒有了 還有少許 給我吃了,老婆 好了,接著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東京之味 其實是新開張的 下面把紅紙都撕掉了 我之前走過,紅紙都沒有撕掉 在這裏拆佬試沙煲 斷骨 加上的什麼名字呢 當然,你說著了燈我就看到了 紅紙遮住,而且牌子是紅色 所以看不到 今天就有時間上來試試 這裏的位置挺寬闊 而且不會坐得很辛苦 但其實吃完之後 感覺上,配菜真的比較一般 包括飯、湯、沙律等等 都會比較一般 肉來說,它會把機器調到 有這麼薄,接近刀與刀之間 貼著來切 所以薄得我媽媽都不認得 口感上真的會有點失真 咬下去沒有什麼口感 雖然它給你這麼重的東西 但我覺得吃下去就沒有這麼過癮 反而你切厚一點 我覺得吃了幾件 有一點口感會好一點 這樣我就比較失色 你說肉差不差 不差的 其實你看到每件都是紅色 不會黑黑乳乳的樣子 所以是挺好吃的 而且它新開張 始終我覺得應該的東西 應該是挺好的 看上去 唯一是配菜真的不太好 反而進來,散叫會好一點 會比較,不用弄那麼多零食物 其實餐裏面 送的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意思 今天其實最好吃的 我的感覺 應該是牛五花 和牛小排都很好吃 其餐裏就比較一般 還有那隻雞蛋 雞蛋也不錯 老婆幾乎快 我絕一會兒已經吃過了 還說說 我還說看你這麼開心 我都不制止它 有它先吃 所以最後那隻雞蛋 只有照片 你說給你看到 拍袋震震 或者水波蕩漾 都沒有了 這裏冷氣 當然新開張很舒服 很涼爽 抽油煙也抽得很好 不會有很多油煙味 其餐裏讓老婆說說吧 這隻雞蛋當然好吃 不過我又問她 我問她可不可以吃 她說可以 那我才吃的 因為平時在家裏除了太陽蛋 她會和我一起爭吃之外 所有煮蛋 蒸蛋 她都是養我吃的 所以蛋那些 她一見到 一隻鳳上 她就已經減低了吃肉一半以上 說回肉的口感和味道 質地 其實就好像老公說的 薄過頭 但味道和油脂感 是合格以上的 因為我覺得 吃得出每一塊都有鮮味 還有有油脂香 特別是牛舌 牛小排 還有牛五花 這三樣是更加特異 至於豬和雞 剛才一開始我們已經賺了 我覺得很特別 很多時候我去吃日燒韓燒的地方 豬和雞 我覺得沒那麼好吃 反而這間相當不錯 很特異 至於飯、湯、配菜那些 就真的一般的 我覺得平時我們形容的暖偏熱 已經叫做慢車邊合格 它居然做不到 我要形容它是暖偏冷 甚至是冷 所以這一點就真的比較差 飲品醬汁方面是合格的 我覺得飲品種類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幾款是應該很多人都喜歡喝 至於湯方面的材料落得很多 我喝到有紅蘿蔔 白蘿蔔 洋蔥 還有牛肉等等 還有牛的油脂香 還有番茄味 我覺得其實味道調較是不錯的 這個熱度 它真的差不多等於人家做的冷湯 這些可能要去另一個國家 才會欣賞 我們身為一個平時 喜歡外出吃飯 喝茶餐廳的 禮湯的香港人 一般般 如果你說是冷湯 我真的不會欣賞 至於醬汁方面 它也有幾款主要 一般食燒烤供應的醬汁 例如 岩鹽 黑胡椒 胡麻醬 牛扒汁 還有燒肉醬 它也有 如果真的吃日燒的地方 可能會加上有脂醋 這款醬汁 這裡就沒有 至於人手方面 我覺得這裡也挺充裕的 就是你每逢一樂的頭 附近都會有一兩位 可以適應的 還有冷氣也挺涼快 座位挺寬闊 還有裝潢也挺美觀 很新鮮 還有不吵炒的 雖然樓底比較慢 還有我覺得這裡沒什麼煙味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挺欣賞 整體來說 其實如果它肯改善 剛才我們以上提及的幾點 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取價也不算太貴 是可以接受的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今天這裡用餐體驗 有待改進 其實我覺得它某些東西 可能不差 譬如肉厚一點 那些飯、湯等等的東西 醃一點 我覺得這樣就完美了 所以其實這裡 還可以慢慢改善 不屬於說差得那麼厲害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喜歡看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啦 在未拜拜之前 剛才也聽到有一台說 這些食燒肉的地方 多數都是旺角、尖沙咀才有 想不到長沙環區都有 多特別啊 不如在這裡試吧 我覺得是真的這麼多年來講 都找不到有一間 是一人燒烤的地方 這一點是很受歡迎的 其實如果它再改進 做得好一點 相信這裡是會比較 時尚流行 多些年輕人來欣賞的了 始終燒烤其實也是一個賣點來的 在這一區裡面 很難發掘到有另外一間的了 好啦 那我下次再找個第二間介紹給你 拜拜 拜拜